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也没有太在意 毕竟也许大家只是贪玩出去 但直到昨日 我发现了狐狸仔的尸骨 这才意识到重要性 没有办法 我叫哲员赶紧通知你 凤九 看来是有人要准备和我们开战了 但是这是为何 我们青秋一族从不欺凌外族 更不会伤害他们 白亿 现在我也不太清楚 凤九 爹 眼下恐怕对方已经开始有所部署行动 据是如此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白亿 那你有何看法 凤九 依我看 我们先将那些百姓都集合到一个洞中 封上绝界 然后找一人看守他们 避免他们再次受到伤害 然后 我们要做好迎战的准备 虽然这次的事我们都不知接下来会怎么样 但我们要做好万全准备 凤九说完转向哲员 有一事 还要劳烦哲员 哲员 你的小狐狸 从小到大都是老凤凰 老凤凰的叫着 如今还和我这么客气干什么 有什么事你直说就是 凤九 麻烦你上一趟九重天 通知一下我姑父 如若能知人自是最好 哲员 好 我这就去 凤九 嗯 好 那我们就分头行动吧 凤九和白衣安排胡祖子民的同时 哲员已经到了喜无功 白浅看到哲员 带着些许戏谑的语气说 哲员 你这轻易不上九重天的凤凰 近日倒想起什么来来我这溜达了 莫不是又惹我四个生气 他离家出走了 哲员 近日我有要事找叶华 他人呢 白浅 哦 他啊 严颂找他 他们俩只会而估计在人籍殿了吧 话刚说完 哲员便消失赶去了 哎 哲员 这个老凤凰 这什么急 莫不是有什么事 燕齿雾到达青秋时 没有见到凤九 便找了米谷问道 米谷 小九呢 我怎么没有看见他 米谷 小燕摩军 小殿下陪着他爹出去安排青秋子民了 你有何事 是 燕齿雾 那他何时回来 我这边有很紧急的是要找他 米谷 这个 我也不知道啊 燕齿雾 哎 算了算了 我去找三殿下帮忙 原集店连送 你这意思是东华现在入魔 人已经在魔族了 燕华 嗯 连送 那凤九呢 东华等了那么久 一个人带大滚滚 好不容易凤九醒了 他也没有反应 燕华摇了摇头 低沉道 凤九倒是在最后一刻 制止了东华对我们的攻击 但那时东华已入魔 你也知道 入魔者 记忆犹如新生一般 过往的都不会记得 连送 那这可如何是好 这两人之前因为种种错过了这么久 如今好不容易可以一家团圆又出了这个事 这俩人的感情路怎么这么坎坷 燕华 所以今日我也是想来问问三叔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东华恢复以前的样子 连送思考一会 办法不是没有 只不过 燕华 只不过什么 连送 只不过这个办法过于偏激 如果真的这样做了 只怕倒是东华知道真相 不知道又会有什么突变 哲言走了进来 连三殿下说的可是指用他心爱之人的血 以血迹剑才能换回他的神志 连送一脸凝重地看着二人 说得不错 可是你们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转过身来看着他们继续说道 你们都知道帝君身上的苍和剑 那可是陪着东华帝君走遍战场 历经几十万年 他早已有了他自己的神识 如今东华入魔 正好给了苍和剑这个嗜血的机会 而如今 如若一定要让东华恢复原来的样子 必定要用苍和剑沾上他最爱的人心头血 叶华 如果是这样的话 凤九岂不是 哲言 不错 凤九刚刚苏醒没多久 如果再次用他的血迹剑 只怕 白浅 只怕什么 哲言 你怎么来了 叶华走上前去 牵住白浅的手 浅浅 白浅声音略带些颤抖 你们刚才说如若小九一写寄件 他会怎样 哲言 只怕小九会红飞破散 白浅 什么 怎么会这样 哲言 对了 我今日来是来找叶华 当前有件急事需要叶华帮忙 叶华 上神请说 哲言 近日青秋子民陆续的不见踪影 前几日白浅发现了一些狐狸仔的骨骸 觉得是有蹊跷 怕是哪个族有什么阴谋 凤九的意思是 让我来请你可否派一些神兵前来相助 以防万一 叶华 好 这个没有问题 我即刻去安排 走吧 浅浅 白浅 可是 小九 叶华 放心吧 有哲言 上神在 小九与东华帝君不会有事的 白浅 好吧 叶华白浅走后 只剩哲言连颂二人 连颂 如今这情形 只怕是不妙 哲言 为何这么说 连颂 要知道你们青秋子骨从未主动和他族开战 更为有什么欺凌的行为 如今这般 只怕是有蹊跷 别的我倒不担心 我只担心 哲言 担心什么 连颂 如今东华身在魔族 心心不稳 很轻易就被人利用 哲言 不会吧 东华他可是天地公主啊 是能利用他啊 连颂 如若单说东华的法术修为 我一点都不担心 但 这个时候 他正是心心不稳的特殊时期 若是他人不了局 东华很容易让人利用 我更怕你们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与他的战争 哲言 这 厌尺物 连三殿下 连颂 厌尺物 你怎么来了 厌尺物 我有事找你帮忙 连颂 又要我教你下棋 厌尺物 哎呀 不是 是这样的 近日青秋好多的狐狸仔失踪了 冰块脸在魔族现在准备和神族开战 我刚刚去找小九 他不在 我只能来找你帮忙 连颂 果然同我想的一样 厌尺物 你想的什么 连颂 先什么都别说了 我们先一起回去吧 有什么事我也能帮上忙 哲言 这样也好 走吧 厌尺物 走 青秋狐狸洞中 凤九看见白蚁 哲言和连颂一起进来 忙起身迎了过去 凤九 连三殿下 连颂还礼 凤九殿下就无需多礼了 厌尺物 小九 凤九 小燕 你怎么来了 厌尺物 我来过来帮你忙 凤九 看不出来你还挺仗义的吗 厌尺物 小九 其实 凤九 爹 怎么样了 白蚁 我已经将子民们都安排妥当了 无需担心 凤九松了口气 那就好 那哲言呢 我姑父那边怎么说 哲言 放心吧 我已经和叶华说完了 他现在已经去安排了 你姑姑浅浅也知道了 会跟着一起的 而且 你瞧 连三殿下都来了 放心吧 凤九 如此便有劳三殿下了 连颂 不要这样说 这什么之间 无论是哪一族有了危险 可是都牵扯到四海八荒的安危的 我也不过是敬奋心 厌尺物 其实 就说着此事白浅叶华走了进来 小九 凤九 姑姑 转而又对叶华失礼 姑父 叶华 都是自家人 就不需多礼了 凤九 是 叶华 我和浅浅已经带领五十万天兵来制人青秋 这次我们一起并肩作战 无论是什么人 我们都不会给他机会 凤九 凤九带青秋谢过姑姑 姑父 白浅 放心吧 小九天庭从不养贤兵 如今大敌当前 正是需要他们出面的时候 凤九 青秋虽不养兵 但青秋人人能战 皆可为兵 且青秋的阵法 并不是那么轻易可以破了的 白浅 嗯 说得不错 叶华 三叔也来了 连颂 是啊 正好我也在 可以帮帮忙 正说着 米谷神色慌张跑了进来 米谷 姑姑 殿下 不好了 凤九 米谷 怎么了 米谷 魔族的人到弱水河畔了 带领的是 是 凤九 是东华吗 米谷面色为难 是 随形的还有 还有姬恒公主 燕齿雾 小九 其实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